另外跟進另一宗報道 就是那個啟德居民 說得出做得到 真的去了政府準備請願 抗議那個啟德勢運動 搞這個簡約公屋 下款都寫明 就是愛國愛港的啟德居民 他們真的是愛國愛港的 如果你看15年和19年的區議會選舉 他們都是成功保送那班奶共的區議員上去 你說15年和16年的保選 踢走姚重賢保送鄭詠順的 都是這班人 他們又沒有錯 他們也有 他就說 李先生在考慮司法覆核和遊行的可能性 如果遊行的可能性 請願你第一步才有20個 然後網上簽名就有5000個 這麼少人出來 怎麼遊行啊 對吧 你現在 這裡哪些 這裡這麼多個 是不是已經有鏡頭 已經是 這班人要開名 是吧 又戴了口罩 遲些你連口罩都沒得戴 口罩領費除了 嗯 本身就是興建簡約公屋 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他說 本身這個地方 具有商業的發展前力 興建簡約公屋 就會令到發展停頓 請願信裡面 有人聲稱 原本就是何永賢 其實在前天 引述那些議員 就說啟德居民不反對 簡約公屋 是啊 不反對 何永賢都很強調一件事 簡約公屋的年期 只不過是2加5 就是7年 沒錯 7年不少的 你真是瘋了 7年之後 再會重新審視 究竟這個規劃是怎樣 這樣說 你現在7年 何永賢的說法 就是如果 當長遠的土地用途 長遠的土地用途 一早已經出現了 是你的規劃 就是CBD 2.0 就是說要做一個 核心商業區2.0 等於搞多一個中環出來 但是你現在 你自己 變成一個簡約公屋 是不是自己捏死了 核心商業區2.0 但是當然 其實我們也解釋過 就是現在的難處在哪裏 其實這就真是攬炒效應 你現在香港越攪越難 一國兩制玩完了 而然後 那些外商又走了 外商走 之後加上移民潮 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剛性需求萎縮 剛性需求萎縮 就等於 其實你那個住屋需求 就是很多 一些外資大行 在香港的業務萎縮 人才萎縮 就會令到房屋需求萎縮 房屋需求萎縮的話 尤其是 那個叫做 辦公室需求 就是甲級寫字樓 就是甲級寫字樓 那個需求萎縮的時候 他就搞不到CBD 因為現在就算是中環 尖沙咀 那些辦公室 都開始有空置率 大約一成左右 印度神童2.0 幫忙補充過 是啊 就算你想搞 你都搞不到 你想搞都會變成 那個叫做機場三跑 機場三跑 不是一個笑話來的 政府本身都已經幫到盡 你看到 那個工業貿易處的大樓 都已經放了去啟德那邊 希望透過這件事 然後再重新規劃 那些商業或者商下的配置 然後捕起整個九龍灣 但是說真的 捕起了就不會有簡約公屋 大家知道什麼事 那現在呢 正正就是說 我就算 我現在勾塊地出來 給你投 給你去勾地 投地 地王級的御民坊都流標 現在連御民坊都流標 更何況現在啟德那些新區 是不是 現在你連御民坊都不敢投 啟德之前有一塊商用地 去到六千多元 然後再拿出來給別人投 你會地價 你會多賤 問題就是 最害怕 你今天就是 你上兩個月就說 這個場實 是投了一塊六千多元而已 那之後呢 之後如果不到六千多元去到五千多 那怎麼辦 你這樣跌 六千多元已經很低了 然後你再跌 你跌破六千去到五千 那開始人們會害怕了 預期呢 就會開始恐慌了 恐慌就會影響到現在樓市的現價了 其實說真的 我又幫政府說一句話 其實 這個 房屋局局長叫什麼 啟賢 何永賢 發展局局長何永賢 何永賢是為你們好 說真的 為什麼 如果我現在拿出來 是呀 給你拍 給你買 如果下次 去到五千多元 其實你那個樓價都不會幫到你幾多 你現在你住在啟德那些人 更慘 還有你計算一條數 不是幫什麼發展局說的 那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先推起人樓 先推起那個人才回來先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李家超就會急著搶人才搶企業 如果你搞不回旺市 然後貿然去賣地 那些地就會越賣越賤 越賣越賤 就算我現在硬做CBD2.0 其實大家都沒有好處 是不是 接下來還有什麼北部大都會區 還有什麼交易周田海 CBD3.0、4.0 那些真的不知道怎麼玩的 對啊 6138 混蛋 啟德雙住用地 Oscar說 政府建公屋是用外浸死啟德小業主 這個正好 要寫下標題 應該要表揚一下 何永賢 何永賢 在啟德建公屋是為了用外浸死啟德小業主 哈哈哈哈 你愛國外港 對啊 大家都用外浸死對方 沒所謂的 對不對 是啊 那何永賢比起英華 校長很有良心 真的 稅務大樓搬了個 是啊 用外浸死啟德小業主 對 Oscar 已經自頂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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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愛港 就不應該違權 你們沒有大共意識 真的 我們看得很清楚 有些人就問我們 喂 不要在那裡說啟德 全部都是藍絲 現在有沒有黃絲 有沒有黃絲站出來 有 周家法 票控了五千元 不過不是這件事 不是啟德 不是啟德 我現在問了 啟德這班 喂 現在不用我們說 他自己都說愛國愛港 嗯 嗯 愛國愛港的啟德居民 那即是現在你 你現在站出來的那些 已經愛國愛港了 那現在你之前 你簽名那五千多個 那些不愛國不愛港 那你其他那些人怎樣 哈哈哈哈 我不會說的 唉 算了我給你一個讚好 唉 真的 哈哈 我真的不會說的 大哥 真的 為你好而已 別人是何永賢 如果 你現在是今時今日 你說 祥實 誠哥 都肯用六千一百三十八 元的赤價 來買這個 啟德商駐地 87億 即是12月22日的時候 那你現在再投 如果 低過這個價錢怎麼辦 你不要以為很開心 就算我現在 我繼續做 那就賣地了 那就賣地了 賣地之後你看看成績又怎樣 它影響很深入 反而我覺得 賀永賢 有一個叫打雷台的智慧 打雷台 以前 是不是十年前那套戲 叫打雷台 陳觀泰做過那套 對 他有句名言 叫什麼 知不知道 我不要記得 這個 上得台 打就一定要贏 不打就不會輸 是不是 什麼叫打一定要贏 不打就不會輸 喂 如果我不投的話 我就不用輸 如果我自己打算輸 所以你見到每次一不到目標價 或者見到冷淡 政府拿來收 不會賣 不會賣 陳茂波也是這樣說 我不會賤價 他在赤柱的地 豪宅地 他流標之後 我不會賤價賣 賤價賣 反而對當區的居民更加不公平 是不是 你以為如果硬著頭皮 繼續發展好 還是賤價賣 賣不起 所以現在就要搶人才 你現在看看 究竟現在香港的船長 李家超在做什麼 他現在將在香港的船 使用什麼方向 他可以搶到什麼人才回來 現在你搶不到什麼人才回來 那些大陸人 多數都是 而且你現在看到 滿街有蛤屎蛤尿 還有那些坐著輪椅 玩雜耍的人 開始有多這些 那你怎麼搞呢 這個就 這個就 我這個沒有救 這個就是你 玩殘了一國兩制 是去到連大陸人 都不想來香港 他們已經去澳門 你現在大陸那些小紅書 最近你另一都有報道 就說他們不稀罕來香港 又說覺得來香港 又會被人反白眼 又說被人歧視 有很多自由性 說你買水貨的話 那你澳門都可以買到 因為你講不關閘 就是我們看 阿希比農曆新年 他去澳門那一集 就是那些關閘那邊的人 你買那些水貨很方便 就是不用特意去上水 那我們這一節的早場時間 先到這裡 我們半個小時後 再回來 跟大家見面 好嗎 我們大概是 11點半 11點半回來 好 可能是10點8 11點8才是預料 OK 我們稍後回來